大家好 安安界的群人現場 我們繼續帶你來聚焦的是中東的局勢 在哈馬斯的領袖哈尼亞 先前在伊朗遭到暗殺之後 現在伊朗後續就陸陸續續放話 說要報復以色列 包括了這個最高領袖哈米尼 他就揚言是要血債血償 要對以色列展開攻擊 但是呢 一直在放話 那以色列也說他們絕對會 已經準備好要強硬回擊了 好 雙方互相喊話 互相嗆聲 但是到底用什麼時候會攻擊 或者是以什麼樣的形式攻擊 目前都不知道 緊張的是周遭的國家都感到擔憂 因為很害怕就被捲進去 整個戰士的主戰場裡頭 現在包括了英國還有埃及的政府 都只是說這個航空公司 要避免有兩個時段 要飛越伊朗的航空領空 那另外呢 這個是埃及部的 埃及的民航部 他們也證實說 伊朗即將要進行軍事演習 那也怕說影響到飛安 所以就要求這個航班 要避開伊朗的領空 而現在當然攻擊可能是迫在眉睫了 以色列軍方也是嚴陣以待 包括了醫院還有一些基礎建設 學校都是高度戒備的狀態 軍民也被告知說 如果真的是戰火來了 那應該要待在一些特定的區域 那這個戰事除了說伊朗現在要報復之外 黎巴嫩真主黨也是下一個 他們可能會對以色列展開報復行動 那這個是因為黎巴嫩他的軍事指揮官 舒庫爾先前是遭到以色列暗殺 那麼真主黨的領袖現在就表示會回擊以色列 更說有可能是他們自己獨自行動 或者是跟伊朗一起來聯手 那對於伊朗可能會展開的報復行動 現在美國的媒體彭博士就分析說 報復可能有兩大劇本 第一個就是伊朗會首先選擇以色列的軍事目標 作為這個攻擊的對象 那類似可能是四月份進行的飛彈 還有無人機的攻擊 另外就是伊朗他們會利用武裝代理人的網絡 包括了伊拉克的民兵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會聯手的黎巴嫩的真主黨 以及夜門的青年運動組織在這個區域之外 來展開代理人的攻擊 好 中東緊張局勢升級至今 那現在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會推高 整個緊張局勢再升級呢 因為最近有一個伊朗的官媒的消息指出說 伊朗現在有要求俄羅斯要交付給伊朗先進的防空 還有雷達系統是不是就是為了 因應這個可能的戰事來先做準備 伊朗的媒體現在就證實了 這個相關的這個設備 可能就是俄羅斯國營軍工業集團 金剛石安泰打造的S-400的防空飛彈的系統 那這可能就會是俄羅斯首度交付伊朗S-400系統 其實伊朗自己已經有S-300的防空系統了 但是它最大的射程大約是150到200公里之間 那相對的S-400它的射程就比較遠 當然防御性是更加的強大了 好但現在就這個哈尼亞在伊朗遭到遇襲身亡之後 儘管說伊朗當然現在就認為說幕後兇手絕對就是以色列 可是奇怪的是以色列 他們沒有承認但同時也沒有否認 而現在根據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就報導說 以色列其實在整件事情事發之後 他們是有透過這個私下的管道 有馬上向美國的白宮承認自己就是幕後的主使者 而拜登政府對此是感到非常的憤怒 因為很擔心說停火談判就此破局 不過對此前大使界文警他就分析說 白宮事前不可能不知道以色列的謀殺計劃 我是覺得照常理判斷的話 我覺得美國如果說在這個事情上被內臺雅護 bypass就是說不經過它 最後把美國拉到這個結構裡面 脫下水了 脫下水 我覺得美國不會像反應那麼快 哇中央軍事指揮部的馬上到那邊去協調 然後立刻反映 反映什麼呢 那個反映都我覺得都動作很快 這個林肯號就調到地中海 然後這個羅斯福號往北走 接近紅海 對不對 那然後去了以後就立刻協調 這個美國在地區的盟邦 就把約旦當作馬前卒在那邊死 對不對 當作槍屎 好最近的英國也是相當的不平靜 因為英國在7月底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慘劇 就是當時有人是持刀攻擊兒童的 五道班 早就三個人死亡 後來這個在極右翼煽動之下 很多這個網絡上的消息都說 這就是穆斯林的移民所犯下的行為 儘管後來警方其實有出來說明 他們說這個嫌犯不是穆斯林人 是來自盧安達 但是在這個假新聞滿天飛之下 現在爆發了反移民的暴動 好同時間有另外一派的人士 這是反法西斯的抗議者 也上街抗議舉行反示威的活動 英國警方現在已經帶命來因應 防止更多可能的暴動會發生 英國的政府就表示現在已經派出了六千名的特種警察 已經帶命了要因應的是英國十多年來最嚴重的社會騷亂 目前有數百人遭到逮捕以及一百多人被起訴 事態嚴重的程度已經引發了國際之間的關注 現在包括了澳洲馬來西亞 內吉利亞還有印尼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等的國家 已經分別更新對英國的旅遊警示 要呼籲英國在英國的公民或者是即將前往英國的公民 絕對要提高警覺 好回過頭來看到的是中東的戰士可能開戰在即 當然多國現在也動作不斷 以色列現在是加馬空襲加薩的中部 炸出了巨大的火球 導致有數十個人受傷 而另外黎巴嫩的真主黨則是每一天都展開襲擊以色列 要突破以色列防守擊中軍事基地 甚至是攔截了以軍的飛彈掉在馬路中間 導致有七個人受傷 一陣轟天巨響 飛彈擊落 引爆這道火球 民眾嚇得就地躲藏 過了幾秒才反應過來 跑向事發地點 以色列持續攻擊加薩 向中部一座清真寺周圍發射三枚飛彈 造成數十人受傷 而黎巴嫩真主黨則幾乎每天空襲兩國邊境 不少無人機突破防守 擊中以色列北部的軍事基地 還有以色列的攔截飛彈罕見出錯 掉落在車來人往的馬路 引發爆炸 釀成七人受傷 以色列也不堪示弱派出戰機 中東戰爭一觸即發 埃及民航部門8號臨時要求所有航空公司 避免在清晨飛越伊朗上空三小時 好讓伊朗進行軍事演習 恐怕很愧就會展開大規模空襲 眼見中東各界不退讓 美國國務院要求 伊斯蘭合作組織OIC 在本週舉行的峰會上向伊朗施壓 另外以色列消息傳出 該國政府承認暗殺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 並且在引發宣傳大波之後 才通知美國 讓白宮非常氣憤 可能影響美國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記者吳江宗報道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